日前有网友在爆料公社发文,说买了一盒锅贴回家,打开却发现锅贴尖到一片焦黑,说,200%会致癌啊。消息快速成为网传重点。连网红医师江冠宇也发文提醒,大肠吸肉和大肠癌都因为饮食问题而年轻化。 大肠镜检查很重要,毒物科医师提醒,虽然一般焦化的致癌物通常是指烤焦的肉品,但是淀粉食物焦掉也是危险致癌物,千万不能吃。烤肉烤焦和锅贴烧焦致癌物大不同。被网友点名的是名店八方云集。总公司立即反映将停止营业一天进行员工训练。 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刘巧文表示,过去经常在中秋节后,民众担心吃烤焦的烤肉会不会生病,得癌症来询问。 其实烤肉烤焦的致癌物和这次锅贴烤焦,淀粉焦化产生的致癌物不同,但一样有致癌风险。 刘巧文说,肉类是脂肪和蛋白质,烤焦产生的致癌物是多环芳香厅PASS。 这是在人类已经发现有致癌风险的一级致癌物。 而锅贴面皮是淀粉,产生的致癌物是丙溪西岸。 这个物质,使欧盟食品安全局在2015年发现在动物实验具有致癌风险,认为不管任何族群都可能造成癌症发生的增加。 因此,在2017年入法,欧洲要求素食店提供的产品需抽查丙溪西岸浓度。 而美国FDA要求洋芋片及饼前厂商需提供产品丙溪西岸的浓度与成分表。 刘巧文表示,丙溪西岸是在超过摄氏120度以上才会出现,因此只要烹煮温度在120度以下,不要油炸或是煎煮过久,通常都不会出现。 他表示,很多人都喜欢吃食物煎煮成金黄色恰恰的口味,这是食物产生糖化的梅纳反应。 但是食物变成金黄色时也正是要产生丙溪西岸的时候,但一烧过头,焦化,丙溪西岸浓度过高,就可能引发致癌风险。 不过淀粉食物高温烹煮,难免会出现丙溪西岸。 刘巧文说,所以并不是都吃不得。 只要不要过量就可以,但是烧焦了就万万不可。 目前在烤焦的肉品方面,建议把烧焦的部位剪掉,切掉就可以了。 而烧焦的锅贴,理论上把皮包掉就可以了。 但是他提醒烤肉烧焦时,致癌物除了病从口入以外,透过烤焦的烟也可以从呼吸道吸收。 所以还是要注意烘烤过程。 食物成焦黑就有致癌危险,不能吃。 刘巧文说,如果是吃外食,要注意店家烹煮是否留意。 烧焦的食物要勇敢退回去。 而在家烹煮,则建议先用水煮把食物煮熟。 再把食物放到烤炉上过火一下,或是煎盘上煎一下,有烘烤味就好了。 就不必担心吃尽焦化的致癌物了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